老師那我的 就是那電池的N1B又跑出來 因為我這個是今天才剛跑的 所以他還在第一次的熟練而已 因為像我我設定的 我設定的他的這個 我設定的他的這個要跑到0.05 他才會熟練 然後他現在才跑第一步 他現在還在4.8的地方 所以他等於是他最後跑完的時候 他有機會就是降到比較低了 ok 對對 那就是那電池 我看一下他的那個他的動畫 國畢你有搶得到0.05 前就是前 上禮拜上禮拜上禮拜 上禮拜就跑 因為他他這個這個要跑好多天 就是因為我我跑了7個路徑 然後因為他有產物跟反過所以 6個路徑 所以他產物跟反過所以是12個 但是現在跑出來只有 只有一個 一個路徑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他跑滿久的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擴散的 的部分這樣子 是橘色那一個嗎 對 橘色那一個是那 對 然後就是 因為現在我還 你評估之後有幾種擴散的路徑 因為我都 我都往他 他比較大的空缺裡面塞 然後現在 然後現在 幾種路徑 因為我現在我現在是只有 只有用6個路徑而已 6種不同路徑 對 6種不同路徑 好啊 像這個是 因為我就是往他 我都會去 去找他的空缺裡面 往裡面塞 這樣子 對 但我現在主要就是 在看他 最後會收斂到多少 然後可能就是 我 我多塞多一點空缺 然後去判斷 再去看他最後的那個 那個barrier最低的是哪一個 就是覺得 那個路徑是 比較好的 這樣子 我意思 國畢你不是選 已經分析出 有6種可能的 過散路徑 對對對 那你就用這6種去做 他的barrier 嗯 做出來的話 他的barrier 不要差異太大 OK 就用KHC會去評估一下 這6條 可能的路徑 最後 競爭完之後到底是哪一條 對 會比較符合真實的狀態 OK 那我就是 繼續 這6條 經過幾何的分析 不是相同的路 不是相同的路徑喔 不是不是 對 所以我都有讓他們 都是不同的 排列組合這樣子 對 然後 因為老師有說 就是 系統要把它調大 是嗎 就是 要做super sale 還是 對 我建議你是先 6條 抽狀看看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那他的能量會不會差力很大 我是因為 不是整個系統 完全 OOPER sale喔 呃 可是你沒有放那顆要擴散的 系統 OOPER sale 沒有 沒有放的時候 最原始的時候 對對對對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最原始的結構 對 你還沒有放那離子進去的時候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之前有試過,我把他2x2x1 然後我跑去run就他就掛掉了,因為動量太大 所以我想說看能不能就是用2x1這樣子 2x1是應該 對,因為有2x1x1好像是跑起來,但是他每算一步都要算超久的 就是可能會算比較久這樣 就是可能,因為2x2x1是不行的這樣 對 那95 195,掛透的 195 195還沒有弄 以前曾經設定,我還沒弄 OK 我195還沒弄過 然後 那我這就是在等他收斂的一個在過 應該是沒有問題 對對對,因為他這邊還有2個封值的樣子 對 然後我看一下,因為我剛好有測試一個 還在跑 我看一下他 他出來了沒有 這個 快跑了 就我剛好測試另外一個 就可能要再等結果 因為我這次測試Image是7人 那就可能要再等一下 大概是這樣 好 好 老師,那我給你報一下Paper 就是 那這篇的Paper是在講這個 納離子的 他在這個太氧化物裡面的一個 一個表面的一個吸附 那他是插入 然後他的一個第一性原理的一個研究 然後這個 他這個 材料主要是這個納電池的一個 比較新式的一個材料 然後這邊主要是在 在介紹這個 他們有用DOS 去判斷他的一個金屬特性 然後他有去 所以這個DIO度也有可能是納離子變成 對對對 他都是在實驗的階段 這個DIO度的材料 前幾年很熱門 因為他可以做那個光出煤 還好 對,然後他們就是有想要把 就是把納離子塞進去 然後試看他的 他在納離子鍊子上面的特性 對,然後他只會用DOS 去判斷他的一個 一個金屬特性 然後還有去 算他的一個吸附能量 然後還有去做他的一個 barrier 但是這篇比較特別的是 他最後還有去判斷說 就是他的barrier 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說 他吸附位點的那個吸附能量是最大的 而是他的一個金隔窗口的問題 的部分這樣子 對 然後他這邊主要就是有用到這些的 那主要是FAST 還有這個 他是用72顆的原子 還有2X1的KPOINT 然後再做他 他是做CI-NEB 那我一樣也是做CI-NEB 對,然後 然後大概是這樣 那這邊就是他 他用了這些公式 然後去算出了 就是因為他有分 他就是有表面的 然後他有用 101還有1100還有001的表面去做比較 然後後來他 他算出來就是在 100他的吸附能是最大的 是-1.5 然後還有他的這個 插入能量也是這個 100的是0.460是最大的 然後他在這個 激變能量裡面也是在這個 100他的這個 是最低的 他的變形的那個 是最低的 是0.318 但是 但是等一下後面會再做介紹 因為他的Value反而不會比這個 不會比這個 001還要低 就是代表說就是 後面要介紹那個 經格窗口 那個影響比較大 這樣子 然後這是 他的一個 他這個是 101還有100還有001 他他個個別的鈉原子 塞進去的一個位置 然後這個鈉原子跟這個 旁邊的這個 氧的距離他又算出來 然後下面就在這邊是他 塞鈉離子進去的時候 他會產生一些電荷 電荷的 產生還有電荷的消耗 那電荷的產生是這個黃色的部分 然後電荷消耗是這個 這個青色的這邊 對這邊是他算出來的 然後這裡是 這邊是他的DOS圖 然後這是 這邊是原始的 原始的結構 太氧化物的 然後這邊是 他塞了氧進去 他可以發現他的鈦 他的鈦 他的鈦是 像這個是 鈦的那個DOS 然後他 他是有降低的 就相較於旁邊他是有降低的 這樣子 對 然後從這邊可以看出 就是他 他是有一些金屬特性 假的 對 然後就是 這邊是 這邊是 第一個表面 這是第二表面 這邊是第三個表面 但是因為剛剛前面有說 他第二個表面的吸附能量是最大的 所以 照理說 吸附能量最大 他的擴換速率會最快 然後 他的barrier會最低 但是 他這邊 判斷出來的是 他的第三個表面 他的barrier是最低 是0.299 然後 反而第二格的 那個吸附能量最大的 就是 0.800 那 他們就是 從2009很怪 然後他們就是在 這邊 這邊做了這個研究 就是他們發現 這個金格的 金格的大小 就是會影響了 他的這個barrier的一個 一個部分 因為 金格大小越大的時候 他的鈦離子的擴散速率就會越快 然後 這邊 因為他們的排放的位置 只是 他金格的位置 是比較小的 這個正方形相較來說 真的是比較小 所以 他的barrier相較就會比較高 所以 他們是從這邊去做判斷 這樣子 然後 結論就是說 他們就是 從 從這一研究可以得到說 他的一個金屬特性 就代表他導電率是好的 然後也可以去判斷說 這個 金格大小 會去影響到他的barrier 就是不能用那個 吸附能去判斷這樣子 對 就大概是這樣 好 下午 下午